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video 因为今天是周五 咱们这一周呢 需要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因为昨天呢 Andy呢发了一个video Andy看错时间了 认为昨天呢是这个周五 可是今天才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每周的一个review啊 recap啊 是什么事啊 并且我看见市场呢 也有所就是说是冲动啊 很多的信心啊 包括这个月底的G20啊 还有一些 嗯 川普是不是会征收那300多billion的 这个tax啊 不叫tax啊 taris啊 这些东西呢 可能都有一个不求领形啊 G20啊 在月底的会议 包括呢 近期的这个recap啊 利率 嗯 就说是美联储偏向于宽松的啊 这个政策啊 是不是能落地 嗯 还有一个伊朗啊 这原油这个tanker 这个罐啊 他是海上的那个油 海上的这个油轮吧 嗯 受到了攻击啊 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呢 有两周的时间 但是在在在这周呢 发酵的比较大一点 因为这这周呢 川普说话了啊 曾经说要呃攻击一下他们 但是很快呢 又给这个call off 就就是又收回他这句话了 嗯 这都是呢 给近期的市场呢 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啊 然后呢 安迪呢 也是想解解这个盘面 包括这一周的走势和安迪呢 认为之后的这个 之后的走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 其实简单暴露一下 其实安迪呢 现在是在度假的状态啊 所以我这个都带着我的这个laptop啊 很多很多东西呢 用的都不是特别熟啊 所以呢 这期呢 咱们就是以听听说话为主啊 嗯 看看今天的这个走势啊 看看今天的走势 看这个dowjones啊 和这个NASDA和S&P啊 都出现了这一天啊 嗯 先是有了一个高点 我认为啊 之后呢 就是横盘震荡啊 在尾盘呢 因为是周末嘛 包括下周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出现了这个卖压啊 这是空头呢 或者是获利了结盘呢 可能在这一周呢 有些人要要获利了啊 所以咱们从这个盘面上呢 也能看一下 这是这个monthly啊 首先这个dowjones啊 在这出现了啊 出现了 看看月可以先还有几天 所以呢 这这一个月啊 6月啊 6月呢 这个安利给出的就是慢慢上涨啊 然后是说收复失地 对啊 慢慢上涨啊 收复失地 现在从dowjones看 无疑呢 是收复失地了啊 S&P呢 应该是创了新高了啊 S&P呢 和dowjones呢 都创了新高了 NASDA呢 可能稍微呢 有一点差啊 嗯 这是咱的dowjones 有火箭在这啊 嗯 如果大家要是看这个 weekly的啊 周K线呢 也可以看出来 这里呢 其实安利反复是在说 安利画这火箭的位置啊 这不是一个巧合啊 嗯 是在上上次video啊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嗯 我上个video说点跟旁边无关的事情啊 关于投资的啊 也看了很多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些内容啊 安利也很开心啊 收到了一些朋友的这个联系啊 安利如果有时间呢 会会跟大家有所联系啊 在video里呢 也说一下 嗯 上回呢 我说到 上上回啊 我说到这个小火箭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位置啊 只要站稳了啊 多头就能发起一波 上回其实也是在小火箭在丢失了 安利把这个缺口呢 叫做火箭第一推动缺口啊 如果长时间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 都知道这件事情 把这个呢 叫做第一推动啊 这回是第二次起飞啊 火箭上天第二次起飞 第二次起飞呢 我认为 嗯 飞上去的概率呢 是99.999% 因为S&P已经创出新高来了啊 这就是 这是盘面呢 就是很积极 你看 S&P创出新高了 并且 S&P 这要是按中国话 说这个空中加油啊 中间的这个 还收出一个十字星啊 上回还有人跟我说什么 就关于技术讨论 如何看待一个星 有些说是什么坟墓啊 有些人说是明日之星或者射击之星 你这怎么看啊 这都属于客舟求见啊 把脑袋给学坏了的人啊 所以听安迪这个 真的 如果 大家是这样的人 首先得洗脑啊 去洗脑 是第一件事 把这学的这东西全忘啊 安迪一说这就想起来了 中国的这很多老头下棋啊 你下了多少年 我下了60多年棋了 其实他连我家孩子都赢不过啊 我就说句实话 为什么呢 他他认为他时间长 他就功利高 其实现在这小孩如果受过 嗯 这个就是说兴趣组啊 培训班的学学那下棋 都基本上都能赢过老大爷啊 就是说不要在这个投资市场慢慢封闭自己啊 就变成一种凑齐篓子啊 越老越凑啊 就是 这又开始走题了啊 走题咱们还拉回来 拉回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说 呃 先说了这一个横盘 安迪呢 还是很坚定的 其实这一横了一下 很多人呢 又开始看空了 呃 他原来呃上周也收的是阳线啊 我都忘了 S&P 呃 那基本是两阳一阴啊 是那么回事 然后咱们看看 daily的啊 daily的 Dogions啊 主主要呢 我想 因为咱上回是用NASDA说的啊 说完之后 NASDA创出新高了啊 这个就说是跟咱们的这个策略预期啊 都一样 曾经安迪这画了几个圆圈啊 因为我用这个呃 我这个本 我用的不是特别熟啊 因为我平时呢 我都用我的那个大的电脑啊 iMac 用这用的比较少一点啊 所以我也没带鼠标 我就不那个给大家画线了 简单讲讲就行啊 然后我想呢 现在呢 无非呢 因为这个大家看现在这个大的背景呢 有一件事情可以是确定的 就说是这个Tree Wall的确给NASDA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阻力 NASDA呢 现在也是受制于这件事情 就等于说没有靴子落地 或者是这件事情没有一个结论之前啊 他也是没有办法创出新高啊 这Dogions和S&P都创出来了 并且呢 川普呢 始终呢 在对这个中国问题呢 施加了一个这个强大的关税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啊 川普他并不是针对于中国 他其实全世界他都是这样 但是上上周他跟墨西哥稍微一不满意 他也说啊 我5%啊 就是说我要5%我要是治你们 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啊 这就变成了他这种一种 那个外交的刺激的一个政策和手法 所以大家首先啊 要对这个 嗯 征税这件事啊 他要 要客观的看啊 他首先不是征 针对谁 并且他呢 是为了本国美国利益啊 来做 所以呢 他这个东西呢 有负面性啊 现在来说很客观 负面性的体现在 NASDA这儿啊 然后我说说那个月底的那个G20啊 G20呢 其实安迪之前做过两个 嗯 Video呢 是比较敏感的 一个就是说Tree War了啊 然后在那里 阿迪其实也说了 我认为这个Tree War Tree Talk或者是这些东西吧 结果啊 肯定是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啊 这这没有所谓谁不满意谁啊 这肯定是这样 这会做到一个双赢啊 但是有些人呢 可能认为你看这个给中国如果加关税了 是不是怎么还能做到双赢啊 或者是因为这个平衡呢 就说是在于寻找啊 可能以前WTO的那种平衡呢 一去不复返啊 之后呢会有一种新的平衡出来 新的平衡你的工业链链条 或者是一些产能的转变啊 还有supply chain的一些改变啊 其实对这个世界的总量呢 是没有这个负面作用的 你包括现在的科技啊 5G啊 AI啊 创新的这些东西 呃在美国也是蒸蒸日上的啊 所以我认为在一种新科技啊 处于呃加速应用状态的前提条件下啊 NASDA呢是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 呃走的比较弱的这种情况啊 我认为呢之后呢 应该是NASDA开始展开补涨啊 这个我这本来七八月份啊 啊你还要说一下啊 简单说一下这大周期啊 就说是 嗯就说是NASDA的短短期的这个事件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这这件事件其实持续了有一年了的啊 所以也没所谓 所以我认为之后呢 应该是 应该是大家都是很满意的这种结果 嗯但是关税呢 我要跟大家说呢 因为我说的这个关税不见得就说取消了是双赢啊 我认为川普对关税不见得会取消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不了解这个国际的 他不了解国际市场或者是怎么回事 他一时转变不过来啊 他认为好像一种有利的应该回到以前的一种balance啊 我认为是不会回到以前了 肯定是往以后走 但是以后呢 也不会太坏啊 这就是安迪的一个思路 所以G20 meeting一定是好的结果啊 双方一定是很满意 然后再说一下RECA啊 RECA呢 安迪其实手中有数据 现在已经显示在7月份的这个 嗯 说这个RECA的概率呢 都是在美国大投行上都是超过80% 甚至98啊 就说是最最保守的是80 RECA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这个Paul啊 就是美联储的主席啊 他做的非常好啊 其实这一回安迪也不认为他会这个RECA啊 因为他不能妥协这个事情啊 在美国也有好多媒体在说 如果这个Fed就是美联储都被这个川普 也不能说 就说是都被总统绑架了 裹挟了 他就失去美国的意义了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三权分立的机制啊 美联储你就抓你通胀率和货币啊 就是这些事就业也好 怎么回事也好 我就说想想说什么呢 他这个对RECA 大家不要有一种过高的这个预期 他越晚出对美国市场 安迪在这要表态是越好的一种方式啊 他并不是说现在就是开始宽松啊 又开始这个注水啊 然后是催股市涨啊 这这都是不健康的 这都是不健康 上回安迪也说过 除了GDP为背景啊 其他的背景起来的怎么涨上去 怎么跌过来啊 就那么简单 嗯 最后一点 我想想啊 说了一下 Treeward 又说了一下月底G20 还说了一下这个利率啊 伊朗这问题呢 我认为美国呢 短时间呢 不会跟他这个火上浇油的搞这事啊 因为也没有必要啊 说句实话 并且那日本当天就去了 首相呢 就跟人家也见面聊了这事太早 川普就说现在不是一个好贪命啊 也肯定是太早 这件事呢 我也不想展开说 因为呢 我认为呢 对市场呢 影响不是特别大啊 那天可能有一天走出一个大下影啊 很快盘中又往回收啊 也是因为这件事件呢 给市场带来一些震动 好 今天我基本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下周呢 安迪认为呢 还是 应该是积极的看多这个市场啊 因为各种K线周期呢 刚才咱们也翻了一下啊 但是呢 有困难 有困难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操作难度呢 可能会略大一点啊 这个下个视频再讲 这个视频呢 咱也没有什么偏花什么的 咱就直接就是传上去 大家看就完了 好 Deepiece Peace That's it